这是吴白演唱会最躺平赚钱的一次 决心绊绊奏奏 钱就到手了 因为当突然的自我前奏响起 台下的观众瞬间炸了 完全不给吴白张嘴的机会 在一首挪威的森林 同样被抢走了话筒 满脸笑容里填满了又骄傲又无奈又欣慰 可是你想不到他的演唱会 总是能变成大型蹦迪现场 而这个长得并不怎么帅气的男人 为何能被如此多的人追捧 红了三十多年都不过气呢 小时候的吴白完全不是这个摸不着头脑的名字 只是因为他羡慕有钱人家的小孩能有脚踏车骑 所以他羡慕地求着父母给他买 可是那个时候家里实在拿不出来钱 爷爷只好忽悠他 如果你每一颗成绩都能拿一百分就给你买 想问一下您怎么会取一个这样的名叫五百 小时候啊 考试啊 有五颗啊 对啊 每颗都一百 就是五百 可是脚踏车有了 青春期的他变得叛逆 不正儿八经学习 偏偏喜欢上了摇滚吉他 因为高考失利 父母打算安排他去邮局当邮差员 可是五百却用离家出走拒绝 跟着三两个朋友跑去台北闯荡 因为手里仅有的几十块钱 压根不够吃住 五百只能同时坐着洗盘子 擦桌子摆地摊的活 那段穷得没吃饭的日子 却成了他这辈子创造歌曲最大的灵感 也是他最大的财富 好在他拿到了去玩酒吧助唱的机会 但是完全没有接受学习的五百 满嘴都是蹩脚的土枪 压根就没人给他捧场 在老板眼里 五百这样的小伙子会砸了酒吧的场子 无论如何也要把他赶走 可是台下却早就有个人看中了五百的天赋 此人正是五百这一生中的贵人倪仲华 但是那个时候 外人纷纷嘲讽倪仲华瞎了眼 因为压根就没人相信 舞台上这个留着长头发 穿着紧身牛仔裤 带着小墨镜的男人 将来会有什么成就 可是倪仲华却心里自有一套 他要的就是特立独行 而你想不到 这个长相拿不上台面的男人 却成了爆火的摇滚天才 因为只是他在演唱会 临场即兴的两句话 就能燃爆全场 可是在那个盛行帅气偶像的年代下 五百的长相压根就上不去台面 但是五百压根就不在乎 因为在他心里 才华能战胜一切 况且 他的才华远远不只是独特的歌声 还是有背后不被人知晓的创作才华 因为笔下写出来的歌 让刘德华 张学友 王菲 个个都成了大红人 可是在五百的创作生涯中 却有一首歌 让他十分的憋屈 自己没唱红 却让别人唱火了 当时 世界第一等被他拿上演唱会时 压根就没有得到粉丝们的喜爱 他只好低价转卖给刘德华 用作电影《黑金》中的主题曲 而电影《蒋述》就是主演刘德华 对抗黑恶势力的故事 正当电影中 一幕幕有血有肉的画面 配上这首歌的旋律 让在那个年代下生活的老百姓 瞬间红了眼 可是当五百都想要退休躺平时 2020年一部电视剧 把歌曲《拉斯特荡斯》再次翻红 一句句当年的曲调回荡在人们耳畔 两只手遮挡眼睛的五百 再一次来到人们眼前 而或许正是五百歌曲中 对时代的续血 让一代代人都能从他歌曲中 寻找青春的澎湃 在他身上就没有过气二字 当年年少轻狂站在舞台的五百 是父辈的青春 而现在我们再听起五百的歌 去追寻父亲年少轻狂的青春吧